大家都知道吃多些蔬菜和水果对身体好 有很高的维他命、纤维、抗氧化、增加抗力、抗盐等等 但是,这么多益处的背后,你知不知道 很多蔬菜和水果都燃到有很多农浴的残留 那这个不是吓你,那我们知道了又怎样呢? Hello everyone,我是John Health Coach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这个频道是来帮你和你家人做更名字的健康决定 不想错过的话,记得订阅和按键 知不知道这么多农产品之中 Strawberry是农浴残留最高的三个 是已经连续5年获冠军 那这个冠军是谁定的呢? 这个是根据美国环保工作组织 The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的报告 这份报告测试了美国市面上水果蔬菜的农浴残留 农浴残留最高的12个水果蔬菜 就称为Dirty Dozen 这12个水果最高开始就是 Strawberry Strawberry 苹果、苹果、车利子、菠菜和Kill 都测试了含有两种更多的农浴残留 很多Kill的 sample都显示有18种农浴残留以上 以及Kill和菠菜根据重量的话 它比其他蔬菜生果多1.1到1.8倍的农浴残留 其他一个想提的就是Kill 去这里排了Dirty Dozen的大三名 其实Kill在2009年都出过Dirty Dozen 然后就没有再出现了 但是10年之后 在2019年开始出现了 还是排大三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Kill被成为Super Food 超级食物 所以有很高的供应 就需要很高的供应 那么农民就要确定有很高的供应 就用很多农药去种Kill出来 为什么这个Dirty Dozen的排行榜那么重要呢? 虽然在亚洲很多水果蔬菜 包括Kill 不是我们经常都能卖到的 但是你要知道 Dirty Dozen不单是用新鲜的水果蔬菜 它都用在我们买的食品 例如Kill Powder BB食的果用 罐头食物 Gems 水果干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有关的 所以Dirty Dozen的排行榜是很重要 它对我们的重要 因为农药 无论是有毒的 它是用来杀害一些虫 增高农产品的产量 世界各地很多研究都表示 农药对人的健康有害 包括对大脑神经系统 还有有些农药会干扰我们的内分泌 英文叫Endocrine Disruptors 它会模仿或者Block我们身体的荷尔蒙 就会导致癌症和不溶这些问题 EWG的排行榜其实是来自 美国农业部USDA的DATA抽出来的 它就将美国农业部的DATA 就分类哪只农药是最高和最低 就出了这个Dirty Dozen的排行榜 而测试前的水果会拿去洗 所以要剥皮的水果 例如香蕉都会剥皮再研刷 所以这个都表示到 无论你怎样洗都好 都改变不到这个梳果生菜本身的农药残留 因为很多农药都已经是进去了 EWG除了出了这个Dirty Dozen的排行榜之外 它还出了Clean Keptin的排行榜 这个Clean Keptin的排行榜 是农药残留最低的蔬菜三个 最低开始第一个就是 苏米 菠萝 马来西亚我们叫黄奶 洋葱 木瓜 sweet peas 茄子 asparagus 椰菜花 cantalobe 西兰花 蘑菇 椰菜 马来西亚我们叫包菜 蜜瓜 和奇异果 这个Clean Keptin的主要发现是 70%是没有研测到有农药残留 只有7%的农草品 是有两种画更多的农药残留 你知道这个Dirty Dozen和Clean Keptin的排行榜 你叫做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有些三个你可以不用买幼基 有些三个你就最好买幼基 因为我也知道幼基的农草品是比较贵的 所以如果你要完全买完幼基的农草品 其实都挺破费 如果你跟着这个Clean Keptin的排行榜 你就不需要买幼基 如果你要买Dirty Dozen的农草品 我就建议你买幼基 虽然EWG出的Dirty Dozen和Clean Keptin 是根据美国市面上的农草品报告 但是现在我们市面上卖的食物 全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 所以EWG的排行榜 对我们亚洲地区都很有用 我看望上都找到一些资料 是比较 美国、欧洲和香港的农草残留排行榜 大家看看这个资料 都看到一些圖案的 你都可以知道 有些生果和蔬菜是比较delicate 是多些重食的 就有比较大机会有多些农草残留 譬如你看到欧洲和美国 苹果都是高农草残留 如果你在市面上买一个日本的苹果 不是幼基的 你都可以大约猜到那个苹果 都很大机会有高的农草残留 其实很多国家的农草部 都有检查它们市面上的农草品 有没有超过maximum residue limit 但是你要知道EWG的排行榜 是根据农草残留的高低 不是看它有没有tributedmrl 因为mrl的数据是研究 单一的农草对人体的害 但是EWG排行榜是考虑 多种农草在蔬菜里面的残留 和长期的exposure 所以我给我自己和我家人的concern 是要尽量减少吃到农药 还有市面上的农草品的流通很快 而且本地政府很难去检查 每一个农草品的农草残留 而我找到马来西亚的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是Murita Hirang的2020年7月份 而这个报告也有八百单的complaint 是关于马来西亚出口的农草品 里面的农草残留都有超标 到最后我都要讲到EWG的排行榜报告 也有讲到第一名冠军的Strawberry 在Strawberry某一部分的农草 在欧洲都已经ban了 而这个农草是会影响男性的生育系统 虽然欧洲ban 但是美国都可以用的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农草标准 所以如果你不是买有机的话 你就要注意这一点 好我自己的看法是怎样呢 很多人觉得吃有机农草品是贵的 但是我觉得长期吃高农草残留的水果蔬菜 over the years 身体店都会有少少积聚 所以我就会尽量买有机农草品 尤其在Strawberry某排行榜的水果蔬菜 我就更加要买有机了 而农草即罪可人的身体 都已经证明了 是可以导致很多慢性疾病的因素 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影响神经系统 不育、癌症等等 所以我觉得食有机对我健康 长远来看是值得的 那到我问回你了 那你现在听到这个Clean 15 和Dity Darcy的排行榜 你又会怎样用呢? 不妨以下留言给我知道 或者你都知道有些三果蔬菜 是用很多农药的 那我可能我也不知道 那你就不妨留言给大家知道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记得给个like、订阅和按键 那你就不会错过新的视频 还有记得分享出去给多些朋友知道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掌握自己健康 达到身心健康 下个视频见啦 拜拜